大家好 反正有50分钟的地铁路程 咱们坐坐这几天的脱口秀 今天是24号 2018年3月 宅清啊 宅清这些自媒体 以独立的自由媒体和海外海内的 国内海内外吧 这些评说 咱们宅清他们 评的对的和不对的 贴重 全球反人类罪 酷刑罪和群体灭折罪 七寸的要点和亮点 只要是没切中的 那人类照样还是横行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罪恶 那你其实什么里面有做不成的 你唐太宗就是大兴佛事推崇 人人都入心的那种 人人都做到要求自己 那种社会环境人为环境 人人人都尊重和尊崇 和做到要求自己 尽量要求自己做到道德 仁义理智信和如实道的精髓部分 对朝历代也都有 如实道 但是他搞的是皮毛 那就不是精髓 所以咱们点一下是精髓 就是我宅去这些 没切中这个七寸要点的 好的坏的 所有的媒体这几天对习近平的评论 然后我就是他们 就跟墙上有很多很多大漏洞 人家补了那个洞 咱们就补那个洞 咱不重复人家输过的 咱就重复 咱就评论 人家没评论的要点 我认为还是重点的 人家漏掉的 第一个要点我觉得习近平让副政府当司法部长 可能是冲着郭文贵的 这招期习近平是没被他搅和扰乱军心 可以说这招期习近平是最一年半来两年来 比较高的一招吧 就是不为所动 他有钱他愿怎么炸糊就怎么炸糊 好 理他 这个他是做到了 一国之军嘛 小人 小人物 干啥 你干嘛要在乎他呢 实际上这也是告诉大家 只要某人心不对 心不正 那么他做的评论呢 大家也就慢慢都不信 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 就是说我们不都是有一个经验吗 越是某人反对的 我们越是要一做那就对了 我原来认识的朋友 他家里头也是 他说只要我老婆反对的事 我这几年有个经验 我就去 那保证是最对的一件事 最值得做的一件事 我把他这个经验拿来用在我家 只要是我老公反对的事 不支持的事 或者是咯里咯啦就是不愿意 全力支持的事 我一定要去做 就说他不反对还好 你反对还倒给我 提了一个行 必须得去做 哈哈哈哈 这个意思 这是第一个要点 对 傅政华任高职 这是给了海外的那些造谣媒体的一个响亮耳光 也给了郭文贵的老领导一个响亮耳光 郭文贵是很但是 你独工独嘛 他去治理造谣的一些商人 可能还是有两家的 嗯 嗯 再一个要点呢就是 呃 习近平可能 真的是 这次真的是 自己被谋选事件的那个抵弓出来了 哈哈哈哈 咱们都是一直都在分析习近平 为什么 到底跟去年四月份跟川普说了啥 川普就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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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喜欢习近平 看样子他是把自己的老底都告他了 就是说 邓小平可以通过 79年的对月自卫反击战 拿到国家第一把手的稳固的位置 那么 习近平为什么不可以通过 贸易战 经济战 全球 和 川普国际警察 唱双簧的一个 呃 贸易战 来 拿到 最高权力呢 就是稳固的 他现在 呃 一再说王岐山那么 呃 发表讲话呀 吹捧他呀 或者是 呃 这个 他自己也 也他们三个人也宣誓啊 但是全力并不牢固 全国上下全球上下 都佩服 像佩服 资格尔巴桥福和叶绿青的呀 还没达到 像佩服 自卫反击战以后的邓小平的呀 还没达到吧 他现在就通过这个贸易战 经济战 全球 全中国 就能达到 所有的人 他都 自得 呼呼叠叠 他就是 以 以德制人 以 以 江山设计制人 这有可能 所以这个 我也看出点 端 民主余老这么分析 咱们 看也 确实是这么回事 靠谱 靠谱 这个分析是靠谱的 邓小平能那么招拿到大权 他 用战争拿到大权 最高的军权 那么 习近平为什么不能用贸易战 经济战 拿到啊 完全可以拿到 但是都是绕远了 不过也没办法 因为江泽民把的所有的 宣传口啊 610的肩价结构 他现在都给他拆了 拐弯抹角的拆了 拆了呢 他还有一个 进出厨儒 贯彻执行 人人都服服帖帖 心服口服 听自己的那么个过程 王虎宁也有这么个过程 那下面那三架车 栗战书和黄岐山也有这么过程 怎么过程啊 还有刘鹤 怎么达到这个这个 顺利的大家 心服口服的过程 全世界全国 那就是这个吧 贸易战 贸易战 王虎宁去抓文宣口的那个 肥义里知性 如是道 不符合这个的全都不许上 就说这意思 但王虎宁会不会那么正 还是整个事 咱们只是给他出主意 旁观者心 你一刻离不开共产 那你还是什么也玩不算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那九本书 文宣 九本寄书 文宣天天播 网上全 中国人民全世界 政要都会对你 这个新政权 新移口 那你愿意绕远着 那你就去跟川普来吧 呵呵 这边共产啥也不解体 然后那边跟川普合作 根本玩不断的 这笨虚的那九本书 九本禁书在文宣口 所有的媒体天天播 那共产党一天就解体了 不信谁的人跟他们说这个很难 还有一个亮点要点 就是我觉得可能 习近平他是 被熟被落了 毛被烂了 毛泽东的 毛写四卷 四卷 然后他呢又亲身经历了 这个国家 根本就不忘了 毛的理论 做 就是全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毛泽东自己也是这种人 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 所以他从这种学到了真谛 要诀 所以呢 你看他现在干的所有的事 全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所以毛显四卷和他自己瘦毛 时代 迫害的那么惨 睡在六六粉 哭的床铺下 他都结完了 跟那个六六粉 他弟弟一去的水就起泡 哎呀你们去人民报 昨天我是 哎呀看了一下 人民报有个叫 杨平哈 屏风的屏 杨平 在大陆写的一个回忆录 回忆习重心和习近平的那个年代 哎呦 是 什么书也看不着 六年代劳教署 在西城区 也就是西九 陈小鲁他们最辉煌的时候 习近平却在西城区地下水道 这楼教署 这楼教署 少管署 分配的任务就是 由警察看着这些少管犯们 然后干地下水道的这些建筑方面的活 哎呀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所以他就养成了就始终都不输 你看他要像陈小鲁那样啥都输 我年年都给当朝的第一任国家领导人 嗯 近简的话 那他他会有金简吗 曾庆红敢用他吗 各派势力敢用他吗 打的都不行了 找一个最可能听话 最可能好尼尔古代 曾庆红去选了半天 认为这个 上台以后是最会听曾庆红话的 所以才想着他 哎呀现在知道了 怪不得那个 帕斯法那个电视剧 不是电视剧 不是电视剧 哇哥那歌剧 这写的是真是非常地道啊 所以我一看习近平这 这这些招人骂那个愚笨啊傻啊 然后还有对这个栗战书和这个王岐山 他都还有胡德平他都是 可是哥们给我干活我就滴水之恩 用全相报 哈哈就就就就那种感觉 所以你看他现在 傅政华对他也有恩 刘鹤对他也是 发小 所以这些人 政绩上差点要差点了 刘鹤那个政绩 前三季的经济稿子都是他写的 2015年经济大鳄搞政变 他也没没战胜他们 就说明他经济上理论文凭是哈佛的 在罗斯教授 没用他实际不行 然后再给他加呗 加一些行的人 就这意思 争取十五分钟说完哈 看看红色就是点缀在这个灰 灰衣服灰土地灰墙灰这灰那的 这种冬天服装周围 那么你就是有个红色在点缀 这样子好看一点在画面中 好还有啥要点亮点 就是习近平是对毛选没白贝 他是反着用了 毛泽东说一套做一套 那么我现在也说一套做一套 好话全都说尽 然后迫害我的那些经历和过程 我也都用上 行这个习仲心没白培养 习仲心有句话吗 说是越憨厚的人 看着像是不适合搞政治的人 没准就偏偏就能搞政治 不会玩全数的人 不会玩阴的狠的的人 可能反倒能搞政治 这是习仲虚 当时每家必须选一个孩子的时候 说的大概意思 好 射对了称恶 射对了称恶 争取15分钟说完 好像我要点今天就说了吧 再想想 还有一个自己推广传统文化的亮点 亮点要点就是说 一流秀剧院就是比其他剧院好推广 也比如说那些办公楼啊 律师楼啊还有什么什么 保险公司啊医生酮啊 你平时前几年你按门铃就很难让你进去 现在干什么呢 我说就是说我是来找你的老板 找老板干什么 我说给你老板送得一致割剧院的海报和传单 马上就给开门了 一听得一致割剧院就像那个磨得非常快的一把快刀 快剑似的 说到这首相逼你 谁都给开门 哎呀这一流秀剧院太厉害 好别的 没啥了 可以说小事儿如此 大事儿更是如此 那习近平 表示不依赖共产二字 把这二字全都解体了 当然你愿意用 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的办法也行 他现在是外话说尽 本话说尽 然后呢 共产党 执行共产党的 啥啥啥 这些话都说尽 但是实际上他做的不是这样 实际上他做的全都是腻着共产党的 所以说现在一定要研究习近平的成长过程 这样你才能分析的切重 切重他的这个关键 几个要点 聪明啊 他爸就被毛选四卷 背得滚瓜烂熟 然后他要求儿子被毛选四卷 被毛选四卷 S5在这里 修理公 S5 是 这是 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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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路是如此 找找找 地下室来了 找路是如此 政治 搞政治 或者是江山设计 或者是要全球 全国干一件大事的这种领导人 何不是如此呢 一不留神 就跟着地铁到地下室 地下室没有我要找的 那个人告诉你他是这条路 所以说问路一定要问很多人 习近平用刘鹤也是这样 刘鹤他虽然战胜不了经济大鳄 他跟经济大鳄那几次经济政变都是同时时期的嘛 那么就给他配备一些什么 那几个姓杨的呀 只要是经济上面能够辅助他也行啊 先要他一个憨厚和忠诚 然后他是教授嘛 经济人民大学方面的 哈 刘鹤 教授再去在学生中再去讲 找嘛 找些那是也不也不难呢 所以 你 然后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大家都看出来了 但是 不太靠谱了 咱们就不说了 这个是我在把评的 靠谱的一些评论 再给他 我在他们靠谱和评论的基础上 我在 产生了一些亮点和要点 我呢 就再说一下 多问多问 才能找到一个正确的 我要去着莫的地的路哈 柏林太大 哎呀 到处都是地铁 下出了一个口 城市地铁 那就不知道要跑哪去了 哦 我找电梯没找到 哎 闹了半天 不是小房间的电梯 走 走 哎呀 找路是如此 呵呵 回归传统 5000年的传统化更是如此 我介绍的把九本禁书 一波奖 全国上下全球都会佩服 习近平这个决定 他这个四两拨千斤的路不走 他就 走他的路吧 走他的这个跟川普合作 把共产党给搞掉 实际上他是 他真是把毛选研究透了 写毛选的人 每天做的都是相反的事 他这个他真是研究透了 哈哈哈哈 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 地铁 哈哈 What is this 不是地铁了 是城市火车 超窄了 我的小推车超窄了 小推车可能只能扛25公斤 他那个小车子太沉了 三魂就走不动路了 那车 所以今天我把那个三角稳定架 给放加了 那个太沉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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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争取15分钟 停了吗 这样上台也容易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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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哎呦 哎呦 他跟陈晓鲁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现在想起来 昨天我看了一下人民报 关于习近平和他爸那段文化大革命的经历 这都是杨平写的 杨平是他爸插队的 不是他爸下放的农村的一个派出所所长的孩子 跟他爸跟习仲勋成了那个忘年交 习仲勋一看到这孩子就想起他的儿子 也是觉得很有血肉 血气 对 他说他为什么喜欢习近平 就是因为习近平很有血气 你们去到人民报去看吧 哎呀真的要了解移民的成长过程 一个人 在干苦力活的时候 新城区下水道 在苦力活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好像已经不是了吧 那个时候六年嘛 六年就已经是工人了 他弟弟都已经是工人救测队的 你想想 他那时候已经上班了 他说了解他的成长过程 哎呀 为了赶走票的 他就晚上宿教 把自己铺的那个铺下都放的是六六份 他都有抗六六份的能力了 他弟弟没有 一去就浑身起泡 一进他房间就浑身起泡 一进他房间就浑身起泡 本来讲不告诉他妈 结果他回去还是告诉他妈 呵呵呵 哎呀 他要是能吃苦 看样子 真定现那点苦受啥 就是个感情哲 跟那个栗战书交换交换意见 我就 告诉他天下无数 何处 很好 可能也就忘了那个 去英国的哪派了 离婚了吗 去离婚了 再找了 找了哪儿 还找不到 老女士呢 对 所以 找了彭丽儿 彭丽儿故意穿大棉裤来的 呵呵 你们看YouTube视频 彭丽儿自己讲 那时候还是 就是 只是向视频 国家级的电视台 省一级的电视台采访 彭丽儿是名人 他比习近平名气大 采访他为什么 能够 能够 采访他 也许得是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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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名人的时候吧 采访名人的时候 我跟原夺 他们确访 组里埃 给他 资访 采访 有個問題的時候說,當時相親的時候,有人介紹說她是廈門的傻傻傻,是的,然後她就特別不高興,以為妳是傻傻傻,我就不要見妳,我就要跟妳成親了,成親了。 她就故意穿了個大面子,希望被淘汰,不想當她這個大官兒的孩子的老婆。 沒想到人家習近平還是救,不是那個人們說的那種大官兒的孩子。 而是真是綠眼,死老婆。所以就飄了,飄了,飄,飄動了。 哎呀,她這個成長過程真的是可以,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她。 就是,楊麗平就等於是她的霸小,她習主席的,望遠之交。 她寫的回憶錄呢,在人民報上看出來了,妳們去看,就能看到習近平的很多成長過程,是她把就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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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